坐牢都要狂擦存在感,說的是誰? 就是社民連的吳文婉 他因為前年的兩宗非法集結案被判囚14個月,零14日 可能擔心自己出來後沒有人認識 他入獄前就拍了一大堆祝福片在社交網站輪著鋪出來 祝他的攬炒派隊友們生日快樂 昨天就輪到吳文婉生日 看看他又在自己的生日片內說了嗎? 和我媽媽說一聲,謝謝你 居然可以這麼有勇氣,生了這個叉燒 生了這個叉燒出來 生了叉燒,我生了你 是啊,你沒聽錯 吳文婉自給叉燒,感謝他媽媽生了他 他還很樂觀地說,過往45年過得不錯 不過現在在監獄外的家屬就比坐牢更辛苦 沒有了經濟之處,還要為生活奔波 叫大家幫得多得多 喂,一個45歲的坐牢慣犯,一事無成 沒有錢給家用,還那麼厚臉皮求巴養? 不知他媽媽聽到這段怎麼想呢? 這個世界有你這些人,真可憐啦 還未完 吳文婉還嫌三嫌四地說,他的生日不需要送賀卡 叫網民買份生日禮物,放在櫃桶,等他放監出來有驚喜 還點名想要最新款遊戲機或者攪拌機 吳文婉的手足門,要不要滿足他的願望呢? 自己有啊 自己有啊 好爺 我太好了 來吧 我愛你們 我愛你 我愛你 我也愛你 我愛你